人生如一场噩梦 北齐文宣帝高阳皇后李祖阿 李是天生丽至 在十几岁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东魏丞相高欢的儿子太原公高阳看重 取进府中成了太原公妇人 为高阳生下高阴和高少德两个儿子 高阳是北齐的第一个皇帝 是北朝数一数二的昏暴之君 不但荒淫残暴 我不做 而且是个歇斯底里的虐待狂 逼尖自己的嫂子 孝敬帝的妹妹冯毅公主袁世 杀掉弟弟高峻 高欢 喝醉酒后 打伤亲生母亲娄太后 用剑射伤岳母催逝 逼尖父亲的姬妾耳珠英额不成 又将她杀死 所作所为 令人发指 赵俊金和北赵县李氏 是没有难度的北方著名氏族 具有优良的儒学文化修养 成婚时 高杨尚在少年 对李氏十分爱重 虽做了皇帝后 高杨策立李氏为皇后 高杨做了几年皇帝 日趋昏暴 成为一个十足的变态狂 他常在后宫 逼尖高氏和元氏 这两家皇族的妇女 矢若长继 另左右侍从与之淫乱 他在一旁观赏 有时任意闯进 殉旗大臣的私宅 看到有几分姿色的妇女 就强行奸淫 他有一名妃嫔 薛氏 本是清河王高月 高杨的唐叔家里的歌迹 被高杨抢占入宫后 十分爱幸 却又怀疑薛氏 曾与高月有过奸情 逼高月自杀后仍不解恨 又把薛氏的尸体肢解 取壁骨制成一把琵琶 便喝酒 便弹奏 便哭泣 喃喃自语道 家人难在得 他以隆重的礼仪 将薛氏厚葬 下葬那天 劈头散发 亲自哭颂着墓底 待练葬完毕 才回宫 天保十年 五百五十九 高杨为李高后 嫁了封号 称可赫敦皇后 他当了十年皇后 至高杨死 中宫之位 从未发生动摇 也算是一件怪事 高杨乐冠满营 至天保十年 五百五十九 忽然得了暴病 时不能下宴 饿了两三天 自知命已垂危 便招入皇后李氏 握住他的手 无业叮嘱道 我死后 只怕太子年幼 不能保全皇位 你是女流之辈 如何对付许多 基于皇位的兄弟呢 又招入同母帝 高雁和高瞻 要他们二人 用心辅佐这 说完后死去 高杨的儿子高音 即位后 李祖额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高杨的母亲 楼太后上载 杨夕等人忠心辅助高音 同李祖额商议 准备将高杨的弟弟高雁 和高湛二王调离朝廷 放外任为自使 谁知李太后 把这事泄露给个工人 这工人又告诉了楼太后 在楼太后的主持下 高雁把央夕以及忠于高音 和李太后的几个大臣抓起来 楼太后登殿升座 指着李氏哭骂道 岂可使我母子 受着汉家妇人摆布 接着楼太后下诏 废高音为济南王 迁出皇宫 命高雁入城地统 李氏则前居昭姓公 好为昭姓皇后 但是两年以后 高雁再一次出外游列中 跌下马伤众身亡 由高湛继位 高湛十分荒淫无道 就在他侧立皇后 胡适的当天夜晚 竟闯进昭姓公 企图对皇嫂李祖娥 施行非礼 高湛威胁地说 如果不听我的摆布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儿子的小命 可攥在我的手中呀 李氏为了保全儿子 只好屈辱地满足了 他的授欲 同这以后 高湛光然出入昭姓公 是李氏为妃皮 几个月后 李皇后发现 自己已经怀孕 羞愧不已 为了避人的耳目 李皇后不仅自己不出宫 也不许他人 迈进昭姓公的门槛 连自己的儿子高少德 也不敢相见 高少德知道后 怒骂了自己的母亲 使李皇后 更感到耻辱和羞愧 因此 当这个女儿一出事 就被他掐死了 高湛听到这一消息后 声嘶力竭地把李皇后 骂了一通 然后命令卫兵 速把高少德押来 高少德一到场 高湛就举几刀 对李皇后恶狠狠地说 你杀了我的女儿 我就要杀你的儿子说完 一刀刺进了高少德的胸口 李皇后见状 发疯似的哭叫 她的哭声并没有唤起 五成帝的良知 他被五成帝扒光衣服 用鞭子抽大的浑身鲜血淋漓 最后昏倒在地 高湛于怒未消 命人将他乘入圈袋 丢入沟渠 过了好久 才让人将他捞起 打开圈袋 李氏已是血肉模糊 气息炎炎了 高湛离开之后 宫女们含着眼泪 把李氏扶上床 小心扶上药 侍奉两天两夜之后 才见李氏苏醒过来 宫女们急急用牛车 将他送出宫去 入庙圣寺削发维尼 李祖娥平素喜爱佛法 曾有过出家维尼的念头 过了十数年 北齐王与北周 李氏随同入关 直到隋朝建立 他才回到了家乡赵军 他这一生如同一场梦魇